今晚九点公示晚间新闻 告诉您他们第一次上岸过年的新生 911攻击事件引爆了无数的问题 全球新经济的潜在威胁便是其中之一 恐怖主义盛行是否将为全球化蒙上阴影 911之前大家都觉得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911之后大家才体验到局势也可能逆向发展 这个纯齿相依的世界真能让人人安居乐业吗 今天我们将为您细诉全球新经济诞生的过程 简是一场长达百年的理念之争 探讨中央政府和自由市场 何者将掌控经济的制高点 90年代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革命 加速了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 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扩张 预言展开 但随着美丽愿顶而来的 却是全球化将如何左右市局的论战 最有钱的人就有权主导全球经济的走向吗 今晚我们将探讨 究竟谁有权写下全球经济的游戏新规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 民主的全球游戏 一种自由体制 了一种变成的 优优独播剧场—— 一种变成的 监独播剧场—— 美国人、一个交易的 我们处于一场革命之中 1990年代全球新经济浊然成型 那是一个无人能置身世外 却也无人能掌控的单一市场 全球化带来了空前的荣景 但是这也带来了危机和风险 而我们却刚刚才意识到这一点 有关贫富的论战纷纷出龙 各方即便全球化新纪元的游戏规则 历史学家或许会主张 1990年代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因为冷战和不安危机在此时结束了 事实上是全球化开启了新的时代 整个世界仅仅结为一体 它的媒介就是投资 贸易与文化观念的往来交流 以及四处游走的人们 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 一如史上的惯例 人类思维往往跟不上市局的变化 也来不及理解变化的意涵 但要了解我们此刻的处境 明白日后将何去何从 就必须了解近来的种种变化 就塑造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思想而言 再没比自由开放市场的信念 影响更深远的了 自由贸易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信条 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然而90年代的全球市场 却营造出一番新局面 那是政府与政治人物都不能小觑的 我们的故事要从1992年说起 当时全球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变化 美国却似乎不知何去何从 经济萧条导致千万劳工失业 面对外国的激烈竞争 产业界只能做困兽之斗 欧洲单一贸易壁垒已经成形 日本俨然是东方不败 日系企业逐一买下美国的地标 连洛克菲勒中心和环球影城也相继易主 1992年总统大选选战方寒 候选人阿肯瑟州州长科林顿宣称 他有能力让美国重振雄风 各大公会鼎力支持是他胜选的关键 他也似乎带给了工人安然面对全球竞争的愿景 凡之愿的 我们有的角色迹做 跟我们有的谈论 看法来做一圈的九州 看看俄欧人民好 看法来做一圈的 这就是否必要做的 你会这样做的 你会这样做的 会见华尔街的金融界人士时 柯林顿却提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主张 引来部分死忠支持者悍然反对 金融市场希望政府能准结支出 删减赤字拥抱自由市场 他们认为若非如此美国经济复苏无望 在一家高级餐馆的晚宴上 柯林顿试图说服一些经验老道的华尔街高阶主管 他对局势的看法和他们并无二致 我和十多个人在纽约办了一场小型餐会 我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当务之急 是要重整黄池一九的财政纪律 参会之后呢 我心里想 这家伙至少还关心我所认为的当务之急 在贸易方面呢 他显然相信贸易应该要自由化 民主党内部对此向来是分成两派的 各有战上风的时候 贸易成了九二年选战的竞选主头 执政的共和党级总统乔治布希 已完成一份协定的商议工作 准备撤除美加墨三国间 一切的投资与贸易限制 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者而言 贸易体现了以下的思维 开放市场可以创造财富 使各国紧密相连 且有助于打造一个更繁荣 更安全的世界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让这样的思维被放进政治中检验 这是美国首次针对全球化 进行大规模的辩论 你不得不承认 就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美墨贸易协定 他们给工人一小时一块美元 没有医疗保险 没有退休金 没有污染防治 什么都没有 你将会听到这个国家 工作大量被抢走的声音 川普总谈出发 you cannot have this pattern of saying well i'm for it but i'm on the other side of it i am the one who's in the middle on this mr perot says it's a bad deal mr bush says it's a hunky-dory deal i say on balance it does more good than harm if we can get some protec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so that the mexicans have to follow their own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eir own labor law standards and if we have a genuine commitment to re-educate and retrain the american workers who lose their jobs and reinvest in this economy 科林顿就職后 便以重振金融市场的信心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轴 第一个任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削减赤字 但在贸易方面科林顿却改弦一辙 宣称全力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科林顿总统在白宫的东乡房发表演说 向美国人民详述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看法 那场演讲非常精彩 他从更康的角度来探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 他谈到面对急剧变化的全球经济 对协定的意义何在 他不单是从贸易的角度出发 也谈到科技发展和市场经济扩散的效益 这个谈谈对 NAFTA 是一谈谈是否我们将检测这些改变 和建立的工作人员 或是检测这些改变 希望我们能保持 的建筑的昨天 没有我们在这个大本贸易协定 可以改变 人们可以移动资金在眼前的眼睛 我告诉你们 我认为美国的美国人 在某些科林顿支持者看来 他转而拥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根本是不折不扣的背叛行为 美国全国劳工联盟 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我们认为 这项贸易投资协定 完全是站在资方的立场 它符合跨国企业的利益 让他们更灵活 更有弹性 后知他们的实力 但是呢 这项协定却丝毫没有考虑到 如何保障劳工的权益 比方组织工会 集体议价 或者是在政治体系中 拉高劳工的声音 让劳工形成一股 足以和跨国企业抗衡的力量 我认为 柯林顿出卖了 他最死忠的蓝领支持者 很多人到现在 始终无法谅解 我觉得这是他总统任内 最有魄力的一次 我们跟他们密切合作 共和党籍的众议员 投给他的支持票 比民主党多得多 六成的民主党议员 投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全来共和党大力支持 法案才得以顺利通过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立法后 数千家外国厂商 在墨西哥北部建厂 然后将产品输往 仅数里之遥的美国 有四成的墨西哥人 生活在贫穷县以下 墨西哥拥抱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和自由贸易 是开发中国家 改变思维模式的实力 这些政府逐渐体认到 开放市场 是经济成长的关键 我在可口可乐公司服务过15年 一开始是先当送货推销员 我从基层做起 我从中学到纪律 勤奋 加上天分是成功之道 我始终认为 全球化是一个机会 但是和美国的贸易协定 就让我们的贸易总额 从六年前的400亿美元 在短短的六年间 就增加到现在的2800亿 这当中没有人是输家 人人都是赢家 显然贸易量增加 投资也增加了 如果只用贸易量来衡量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功与否 那么它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但是呢 一般的劳工 还有一般民众 大多数都不在乎贸易量 企业越来越有恃无恐 扬言要移到墨西哥生产 他们成功地调低了薪资 抵制工会 所以呢 我们认为 在很多的方面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将北美大陆 劳资谈判的筹码 交到了跨国公司企业的手中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 美国有40万个工作机会 受到负面冲击 美国政府表示 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 是主因 但对墨加的出口 仍然创造了 至少百万个新工作机会 整个90年代 全球贸易量也成长近一倍 谈到贸易 我们多半会想到 跨越国界流通的货物 事实上 规模最庞大的交易 是看不见的 那就是货币交易 股票 债券和货币 在全球各地 全天候不断流通 1990年代 将储蓄投入退休基金 或共同基金的人 几乎都成了 全球市场的投资客 我在发表国情自文前夕 出席了白宫所谓的 智库参会 一桌子的人都在高谈阔论 讨论市场的状况 讨论他们是怎么样不同 最后我举手说 述我直言 那不是他们的市场 是我们的 那些资金 都是我们存的退休基金 所以市场是这样的 加州政府 掌管着全球规模 数一数二的退休基金 所谓的COPERS基金 所经营的 便是加州上百万公务员 储存的退休金 有数十年之久 COPERS基金 仅在美国境内进行投资 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他们也改选一辙了 他有四分之一的资金 投资海外 退休基金 成了全球经济的火车头 因为他们资金雄厚 如今一切变化的根源 就在于 就像我们所说的 世界越来越小 而全球的经济成长 资金的来源 不管大家喜不喜欢 我们只会越来越依赖 公司提供的大型退休基金 我自己买了一些海外共同基金 现在表现得相当不错 就加州公务人员退休基金的立场而言 他们有责任 找市场投资 投资报酬 就是他们履行义务的方式 不可能什么东西都留在美国 就算表面上留在美国 事实也不一定如此 因为很多公司都是跨国营运 每件事都是全球性 环环相扣的 随着冷战的结束 许多国家首次开放外资进入 COPERS这类的基金 眼见机不可失 开始雇用财务经理人 游走于第三世界 这些国家有了新的名字 新兴市场 好 很好 先别跟戴尼斯说 就快要选举了 整个思维模式是这样的 新兴国家成长比较快速 所以我们努力把握这个契机 帮投资人赚钱 当然风险也很高 没有白车的午餐嘛 所以得找个平衡点 我们的工作当然是尽量降低风险 提高回收 当然不见得事事如意 不过这是我们的目标 美国资金进出各国的同时 克林顿政府也积极推销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式的贸易协定 美国鼓励开发中国家 持续开放市场 我认为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政策 我认为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政策 我认为了一些领暂的政策 我认为了有一个领暂的政策 他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 可以回想一下 他第一任的情形 执政当局在国际经济方面的许多做法 都是为了要消除外国对美国企业的设限 我认为应该要采取积极的方式 和贸易伙伴交往 好言相劝 说服他们撤除贸易壁垒 许多开发中国家 原本都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他们现在虽然渴望外资长期投资 有些国家却担心资金快速流动 可能违及国家的独立性 共产主义垮台以后 资本主义得以传播 并且充分地展现他的本质 无需再假冒伪善了 人们可以选择所谓的自由市场体制 摒弃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因为这样呢 现在再也没什么可以限制资金的流动了 当然了 资金也就是货币 它必须要能够自由地流通 自由地运用 有人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胜利 1990年代期间 引进市场经济的国家之多 创下历史新高 经济学教授出身的威廉·克里斯 开了一门比较马克思与资本主义理论的课 他是加州公务人员退休基金的总裁 他深信 唯有开放市场 可确保全球的稳定 这是一场革命 我认为 这将是人类史上 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 它的趋势是 最终每一个人 都会有权利来参与 经济运作 如果我们不把触角 伸入新兴市场 你大可说 是秉持着步道的精神 试图鼓励他们改革 并将我们部分资金 投资在这些市场上 如果 我们不这么做 我都很担心 很久以前 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预言会成真 也就是 贫富之间会形成对立 进而 拖垮整个经济体制 就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生效的隔天 萨巴蒂斯达叛军 在墨西哥南部 发起武装暴动 不久最被看好的总统候选人 遭人暗杀身亡 外资担心证据动荡 纷纷开始撤离 全球经济即将面临新的危机 那是圣诞假期 我在英属维京群岛钓鱼 Larry桑莫斯打电话给我说 我想让你知道墨西哥出了一点问题 我心里想 Larry打电话给我固然是好意 可是我在度假 今天墨西哥出问题 明年可能换别的国家 为什么不能等我回去再说呢 后来我才发现 这是不寻常的状况 而且非常严重 当时我在餐厅用餐 他们跟我说 财政部长请我接电话 我拿起话筒 他说 葛林斯潘跟我遇上一件麻烦事了 我们认为 如果不能当机理断 墨西哥批索 一定会崩盘 一旦批索崩盘 墨西哥政局 势必陷入动荡 到时候 可能会有 五百到九百万人 北上美国找工作 他很快就了解状况了 我记得他说 这是二十一世纪 第一场金融危机 我跟他说 这是第一场 即时性的 全球性金融危机 但日后会是家常便饭 我很直觉地跟他说 我会支持你的 当时情况还真是精彩 我们判断墨西哥就要还不出外债了 这会引发很多政治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支持墨西哥 免得真的走到这一步 我们也都知道 虽然自信 我们建议的方案是正确的 但是还是会出现风险 可能会让事情受阻 你走进办公室 跟总统说 可能会爆发一场重大的危机 我们可以告诉你 该怎么处理 却不敢保证一定行得通 这种方式非常危险 我们知道这么做 吃力不讨好 不过还是认为 你应该这么做 5-10分钟 我听到这些 我说 这不是一种不思考 我们必须做这个 如果我们不做这个 美西哥一定会失败 然后那些标准 会被缺乏 犯独的民族 死亡 需要食物和工作 我们会有一个敌人 在我们西方的标准 人们会记得 当他们在下跌 他们在需要 我们不是很好的 伴侣 我们会赔得很厉害 我们会赔得很厉害 在全球的世界 人们 who look at us and think that we are smug and rich and unresponsive and don't care about anybody else will have all that confirmed if we help at least people will know we tried in a good cause and it will resonate throughout the developing world 纾困方案发挥了 它的效果 墨西哥提前偿清了贷款 但有些人认为 干预行动立下了不良的先例 投资人既然愿意冒险 就该承担后果 纾困方案呢 解救了墨西哥 外债的外籍债权人 但是就某方面来说呢 纾困的对象 其实是我们的同胞 但他给了银行和金主 一项讯息 美国财政部会伸出援手 但其实 愿意冒险的人 就该承担风险 他们既然从中得到利益 也该承担损失啊 墨西哥金融危机 清楚显示 科技已经改变了 金融市场的风貌 钱真的可以在几秒钟内 跨越国界流通 1990年代 科技的传播 也是无远佛界 它是商业交易 与传播思想的利器 很难相信 90年代初期 电子邮件还是闻所未闻 多数人都还没有账号 短短十年后 它却无所不在 成了众人生活的一部分 由于这种通讯网路 威力太强大了 导致电话费 节节下跌 全球的电话通话次数 大幅飙升 人与人之间往来的密切 是前所未见的 短短二十年间 美国拨出的国际电话 从两亿通增加到52亿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的这个主控中心 每天要处理三亿通电话 美国和开发中国家的来往 十分密切 有时根本是不自觉的 消费者查询信用卡 账单余额时 很可能不知不觉 电话就转到 印度的客服中心 这儿的服务人员 不用本名 他们全用美国名字应答 晚安 我是崔西 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 偏僻的印度农村里 农夫沿袭代代相传的习惯 将古物载到市场去卖 但网络科技却可以保证 他们现在卖的价钱 与全球同步 都是八千里外的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订定的 无国界的世界 推升了新一代的商务人士 新一代企业家的思考模式 就跟跨国企业一样 将整个世界看成单一的市场 马纳亚莫斯是这场革命中的先知先觉 从前我们都相信中央计划经济 相信社会主义 我们就生长在那样的年代 后来我才发现 重新分配既有的财富 并不能够消除贫穷 如果真的想要消除贫穷 你必须要创造新的财富 莫斯用250块美金 合伙成立一家电脑软体公司 他坐落在邦加罗尔的总部 成了全球第二大软体园区 仅次于微软 全球30%的软体工程师 都是印度人 我对全球化的定义是 在成本效益最高的地方生产 卖到利润最高的地方 从无需担心国界问题的地方 引进资金 人的机动性也越来越高了 美国放宽移民限制后 大批开发中国家的 高科技从业人员蜂拥而至 就是溪谷这里 可以让梦想成真 很多人都来这里 这里到处都是机会 我们有机会证明自己 我们有机会证明自己 展现我们的技术 就许多方面而言 在这个刚成型的地球村中 戏骨俨然是他精神上的总部 它不但是技术的源头 也是企业文化的源头 德雷帕斯家族 早在1950年代 便开始投资于企业经营 首开创投投资 矽谷的风气 90年代初期 比尔德雷帕斯的儿子提姆 成立了Hotmail公司 Hotmail一炮而红 闻民全球 让比尔由衷相信 世界正经历一场全面性的变革 我们知道网际网路 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运作方式 你可以上网 进行商业交易 通讯 什么都可以 当时印度 非洲 巴基斯坦和中国政府都很孤立 完全没有能够参与世界经济的运作 但是现在他们可以参与了 因为他们可以透过网际网路和其他地方联系 这是个绝佳的商机 我们看准了便投入 我想企业家到处都有 只要有远见 有思想 知道如何清除于蓝 那就够了 这是全球四分之一人口 首度进入全球市场 中国以及各个开发中国家的农村人口 纷纷离开了家园 他们来到工业都会 在为了满足全球市场需求 而新建的工厂工作 全球化时代引爆了人类史上最大的移民潮 预计未来全球八成的经济成长 都将出现在都会区而非农村 原来我高考以后 就落榜以后 人在家里教书 教了一天说 我这个工资 因为我们是作为民办教师 招任区的 这是一百块钱 那我现在进了保安厂之后 那我的工资已经几乎是翻了 原来我家里的爸爸妈妈是中钱的 现在我把我家里的人全部带这边来了 我小孩还在这边读书 变成这个很大的变化 中国的领导人希望能迎头赶上东南亚的四小龙 贸易和投资 彻底改变了这些曾经赤贫的国家 成为自己有关联系的东南亚各国成了世界级的出口大国 产品从汽车到电脑 应有尽有 销售遍及全球 他们称之为亚洲经济奇迹 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高的成长率 很多人因此得以脱离贫穷 它以全球紧接的速度 催生了所谓的中产阶级 到了90年代中期 亚洲许多经济体 每年都以10%甚至更高的惊人速度快步成长 大家都满怀信心还有希望 认为这是亚洲的世界 亚洲就要脱胎换骨 只要把资金给扔进去 树上就能够涨出钱来 我记得1995年左右 有家大企业的执行长说 明天再不投资亚洲 那么就来不及了 但有个亚洲国家却背离了这股趋势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 除人一表地陷入严重衰退 日本人的信心也为之动摇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所谓的泡沫经济 而那个时候的日本人 那时候的日本人 他们并不在乎负债 泡沫破灭之后 人们就开始回归于现实 然后呢 再从梦中苏醒过来 日本经济一度大有锐不可挡之势 但它却迟迟未能适应 这个纯齿相依的世界中 日新月异的变化 日本是个相当狭隘封闭的经济体 日本这个国家很封闭 这是无庸置疑的 你在日本各大城市走走 你是看不到多少外国人 日本身为出口大国 却十分保护国内的产业 矛盾便是这个国家 一切经济问题的核心 日本经济有一部分 是完全出口导向的 这部分非常具有竞争力 丰田 新利都属于这个部分 另一部分呢 则是本土的制造业 这个部分就完全没有竞争力了 我们一方面是市场导向的 资本主义体系 一方面却有司法社会主义 采取齐头式平等的制度 日本的技术官僚 掌控着重重管制的经济运作 正如内藤先生指出的 革新的观念总是招来高度质疑 我希望放宽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90年代全新的世界性经济 创造了新的局势 我说我们必须改变 才能在新的经济体系中 占有一席之地 和我同的政府任职的同事批评我 他们说我彻底改变想法 才是日本之心 内藤在无预警的情况下 被炒了鱿鱼 日本坚持沿用以往的方法 景气不断衰退 亚洲经济奇迹 首次陷入困境 到了97年初 东南亚的经济荣景 已出现过热现象 泰国的资本市场 在90年代便已对外开放 当地企业首次得以 向外商银行贷款 后者的利率较本地业者低 银行的人会来敲门 拜托我借钱 像是欧洲啦 日本的银行啦 他们全来拜托我 跟他们借钱 短短四年间 外商对泰国企业的贷款 便增加到三倍 总额超过两千亿美元 欧美政府都鼓励 将资金投入泰国 没错 我们强力鼓吹 要他们开放资本市场 我们看中了其中的利益 但同时我们也大力鼓吹 因为我们了解 银行体系资本市场 和精简制度的发展 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都很不容易 整个制度当中 存在一个根本的缺点 大家都不太注意到这一点 那就是制度上的缺失 这也意味着 银行体系的发展并不健全 证券相关法规也不完善 这些都没能跟上经济发展 配合它已融入 全球经济的事实 泰国央行强力拉抬 维持高汇率 导致投机客蜂涌而至 国际货币基金 这个各国陷入金融风暴时 最后的求助对象 开始忧心泰国经济可能崩盘 97年5月 我去曼谷的时候 到处都是起重机 繁荣的景象似乎永无止境 但都是一些体质不佳的银行 乘坐这些房地产的担保贷款 而这些空污呢 永远都发人问津的 泰国的货币 也就是泰铢 是紧盯美元的 一旦泰国经济出现衰退 金融市场便察觉 紧盯政策绝非是长久之道 泰国的币值是紧盯美元的 它采取的是固定汇率 一旦人们开始怀疑 泰国是否有足够的美元 能够支应我将手中的泰铢 兑换为美元 而人们一旦有了这个疑虑呢 便开始英国风的抢购美元了 泰国央行失口否认 并且宣称一定会捍卫固固定汇率 他们想要大量抛售美元 他们想借此保护泰铢 因此外汇存底不断减少 避险基金的经理人 冷眼旁观之余 一定会说泰国有麻烦了 我们得要赶紧卖空泰铢 泰铢承受了无比沉重的压力 1997年7月 泰国政府被迫放饼泰铢 泡沫破灭了 亚洲金融危机已是山雨欲来 经济风暴震撼了泰国社会的每个阶层 经济走下坡以后 我丈夫的薪水少了三成 我运气好保住了工作 却依然没有调薪 为了养家活口 我的丈夫得再出去找工作 她每天早上骑摩托车去载客 生活费越来越高 水费啊电费 甚至连肥皂 样样都越来越贵 薪水都一样 甚至还越来越少 景气不断衰退 泰国于是向国际货币基金 取得紧急纾困贷款 贷款没能发挥效用 泰国政府转而向华府 请求进一步的协助 没有人料想到 泰国这么小规模的经济体 却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 泰国的经济规模很小 牵连不至于泰国 况且又不是位在美国的后门 所以再怎么样 美国都决定不要出手干预 认为她的效应不会扩散 可是这是怎么可能吗 不止执政当局 谁都看不出她的效应会扩散 我想他们误判了局势 这或许是因为 他们把它当作金融问题 而不是整体策略的问题 全球市场都担心 亚洲其他国家 也存在类似的隐忧 就像典型的银行几对风波 投资人开始将资金撤出 整个东南亚地区 他们称之为股台效应 这场风暴在每个阶段 都越演越烈 也就是所谓的骨牌效应 影响层面比预期来得大 它反映的其实就是 全球化的结果 各个经济体 事实上已经环环相扣 投资人看着新兴市场说 泰国出了问题 其他国家也会出问题 这场风暴的每个阶段 都会引爆极大的冲击 一直延续到下个阶段 这场风暴波及了泰国的邻居 马来西亚的经济向来十分平稳 却在一系间承受了 来自全球市场的沉重压力 我们的币值不断地在下跌 而股市也是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很无奈 有一种束手无策 一蹶不振的感觉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糟糕 让人心惊歹战 金融风暴接着蔓延到 区内人口最多的国家 印尼 印尼政府为此垮台 城市陷入混乱 人家的管理人 人家的管理人 知道了 与智序,台湾, 加上 他们只是说 我欲出 市场距离 市场距离 公司距离 在这个地方的印尼斯坡 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 距离 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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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金融危机前所未见 不同于国际货币基金处理过的任何案例 国际货币基金为印尼等亚洲国家筹错了巨额贷款 但先决条件是他们得删减政府支出 提高利率并消弭贪赌 你是医生去帮垂危的患者治病 大家都指责医生说病人怎么病得那么严重 但其实病人就是已经生病了 这种事情会造成社会极大的痛苦 牵涉的利益也非常的庞大 如果牵涉的利益不是这么庞大 就不会有危机发生了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得靠政治改革 才能够应付这么大的危机了 在区域内某些四面楚歌的领导人眼中 国际货币基金所提的条件无异于殖民条款 这是经过缜密计划的结果 目的是破坏货币的稳定性 进而重创东协各国的经济 从前你得靠武力征服一个国家 之后才能够掌控那个国家 现在根本不需要这么做了 你可以让一个国家陷入动荡 让他一贫如洗 被迫向外求援 然后透过援助 掌控那个国家的政策 一旦掌控了一个国家的政策呢 他就等于是你的殖民地了 用经济来征服他 市场的力量是如此强大 国际货币基金和各国政府都无法制止 97年年底 骨牌效应扩散到经济表现在全球首屈一指的韩国 真不敢相信 金融危机这么快速就扩散到 印尼还有韩国 这当中呢不过短短六七个月 整个世界全球化的程度 已经超过我们的估计了 1997年 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全球的第十一大经济体 也就是韩国 它的外汇存底只剩下40亿美元 而且每天要用掉10亿 你不需要看数字也知道 这不是长久之机 韩国一直在误导世人 他宣称有足够的资金度过这场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副董事 废雪飞抵汉城 检查韩国央行的账目 我到汉城之后不过几天 他们就向国际货币基金求助了 当时真的是人心惶惶 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去了韩国的中央银行 他们让我看央行还有多少钱 那个时候我看了几乎是空的 韩国就要还不出 击欠日本和西方银行的债务 这些银行由于本国政府施压 同意共渡难关 延展到期的贷款 韩国因而取得史上最大的一笔纾困贷款 在岁上中的银行的時間 班写人 在继续里面 沙千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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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居然 豪华 沙千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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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